好,這個車主呢 是一位爸爸 那他之前有來我們這邊 然後等於是 帶著他的小孩一起來 然後整理他們的車 小孩是整理 噴射版的KTR 然後爸爸是一台驚望 那現在呢 爸爸聯絡我們 再把這台野狼騎過來 他說要把它整理大改 可以看到他這個 有前面這些小改都是比較 感覺像自己安裝的 好像是這個車主的朋友 安裝的 那稍微是比較 可能是一般的裝法 就網路上買東西 可以看到引擎這邊 很特別喔 就是底座是野狼的 但上面是做改裝的 好,也是蠻慘的一個狀態 好,我們要往下進行改裝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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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正 請… 和你家…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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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灑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寸頭先生 可以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車現在已經做得差不多了 好那差不多可以拆 那細節的地方 它三角台是加寬的 所以放了一個可以 120的 這個可理胎 19吋的齁 那前面的話這個支架呢 我們就是比較 復古一點的但是又做了一些造型 對不對這個有這個 三個洞 三小洞 三個小洞 後面是 後面支架直接是做田平式的 這個我們打磨 然後到前面這邊是 就是直接這樣整合 那油箱不是這一顆 這個只是素材 放上去看一下樣子 然後 這邊就是我們現在做這個是 方向燈支架 那側蓋呢這個是用黑鐵板做 是說讓它 感覺比較沒有那麼的凸 而且 材質也比較好 後面的話呢 這是一個我們這個 精美的尾燈加上這個 排架 然後這一次這個是做 黑鐵的到時候會烤漆 喔 這個還有做這個 手磨手磨 很像鑄造的感覺 帥帥帥帥帥帥 另外一邊看一下 另外一邊 沒有東西 沒有跟左邊一樣 排氣管 排氣管的話這個是比較安靜 跟適合這個台灣法規的魚類罐 那做了加工之後呢 讓後面比較長 稍微有一點小收尾 小小的 小收尾 這個 這都是我們後來加裝的 然後它引擎呢 這個上面是有做過的 這個是可能是250的 所以 再加上現在我們搖壁沒有加長 然後加上這個顆粒胎 到時候可能就是 去越野的時候 馬力應該不錯 然後大燈支架是左右兩支 好 然後用這個大燈設定 讓它也蠻貼合的 好 那這樣爸爸就可以 好好的 坐 車子就是爸爸 爸爸 爸爸還送我們外套 現在是 還沒有辦法試穿 因為現在太熱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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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做一個最後的補救 來 小晨 請問一下你坐這台車的感覺是什麼 感覺喔 就是 已經賤代了 這個影片 你看我們以前那種熱誠 我們拍那種拆光 現在拆光已經覺得拆光就拆光了 確實是啊 我們可能要 來一些新的企劃好了 不然一直拍這些 紀錄這個我們自己也會 倦代蠻好笑 不會不會倦代 不會倦代 其實這台車呢 車主是一個怎麼樣的 他是一個蠻可愛的 一個爸爸 一個爸爸 長輩 算是我們的長輩 他很喜歡我們的頻道 然後有給我們改了其他車 對不對 對 就是有一台金旺 有一台金旺 有一台KTR是兒子的 然後這一台呢 它是什麼車呢 這台是一台這個 可以請你介紹一下嗎 就是野狼 可以請你拿出熱誠來介紹一下 野狼 野狼 然後它本來它就有改這個 250的鋼頭 不是鋼 就是氣鋼 引擎的部分 有這個燈大這樣子 對 然後它這一次是 主要是 想要就是請我們幫它 外觀整個 重新翻新 然後幫它 稍微設計一下 這樣子 然後它比較 喜歡的風格是 比較有點像是那種 有點圍越野 但是又可以在都市裡面 穿梭這一台 那種圍越野的小街車 Scrambler的感覺嗎 類似那種感覺 那個方向 OK 所以你幫它設計了 整體的造型是怎樣 對啊 所以這一次 這一次我們幫它用這個 很特別的這個 非常寬的這個 三角台 所以它能夠裝更寬的胎 更壯的胎 對 這個前胎是 19吋的 19的 然後它整個視覺感受 也會比較再更精壯一點 喔 這台 野狼原本是比較那個 對 比較瘦 比較瘦一點 然後這一次主要的方向 還有就是讓它看起來 更精壯 精實一點 因為它那時候可能 它也有提到它希望這樣子的 這個要求 對 然後 我們前面這邊 就幫它做了一個 它原本是一個 塑膠殼的大鳥水 嗯 然後最後我們幫它 用了一個比較貼合的 然後一樣是可以擋土 就是我們 好怕 就是做 做一個比較長 做一個比較長 做一個比較長的這個 前足球這樣 就是有做一些 加強跟造型 對 這邊有三個小洞 三個小洞 俗稱這個 三小洞 三小洞 然後後面呢 做了一個這個 平台指甲比較像是 凱旋圓廠那一種 直角 但是呢 後面這邊 買漢之後呢 這個打磨 對 OK 好 再來 再來的話 我們的側蓋 這次側蓋是兩邊 做的是不一樣的造型 喔 不一樣 這一側的話是幫它做一個 三角形這樣 嗯 它知道如果想要貼一些 自己去做一些貼紙啊 什麼號碼牌 嗯 這邊都可以貼這樣 另外一邊跟這邊插在 另外一邊的話 它是比較符合 它這邊電瓶的這個型 就是幫它做了一個 狹長型 OK 因為我們保留了它原廠的 電瓶跟 空 空地是有換掉 對 原廠的電瓶跟這個 一些線路的部分 對 等於它之後如果要維修啊 或換一些這個 保險是比較方便 都很方便 嗯 OK 好 那椅墊呢 這次做的是比較平的 對 因為它有說它 希望椅墊不要太花俏的東西 OK 盡量簡單 所以我們這次就是 沒有做多餘的縫線 就直接做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造型 但是我看兩側好像有做銜接 對不對 這個造型 對就是這也是我們蠻常會做的 就基本上我們的椅墊 前面這邊我們都會從油箱 線條銜接過來 走過來 比較不會像是 拖別人的椅墊來放 就是它的椅墊 對 OK 好 那搖臂呢 這次這個搖臂是 一樣沿用原廠的 對 OK 因為寬胎狼嘛 原廠寬胎狼的搖臂就已經夠寬了 然後長短其實也蠻適合的 整台車現在的比例是很讚的 就是很緊湊啊 嗯 然後這一次 我們 因為它有一個訴求 是它希望能夠小聲一點嗎 好像現在是大家的訴求 對 對 因為以前 以前大家還會 就是說 我可能要一個造型或什麼 對 然後一個聲浪大聲一點 現在大家很怕 很緊湊 對 OK 所以這個排氣管算是比較安靜 然後合法的 對 比較靜音的這樣子 然後我們後面又有幫它做一個 這個 加長 讓它整體的視覺感受 比較不會 那麼的短 對 後面細長的地方加長 比較像是 可能以前的那個Royal Enfield 那種 那種 魚雷管後面比較長 長一點的 OK 然後看到這個 這是現在我們最近比較常做的 前方向燈支架 對 直接鎖在上面 然後這邊呢 合法之外 它的線路 也走在管內 對 所以從前面來看的話 也很 辨識度很明顯 對 然後也是符合法規這樣子 OK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大燈 哇 這個字樣 幫它升級成哈雷的大燈 哈雷大的內人 哈雷大的內人 大燈 對啊 好的 那這個 整台車質感就有出來 對啊 OK 整體做出來就是我覺得 還蠻緊湊 而且 蠻可愛的 蠻喜歡的 蠻喜歡的 因為它是搭配珍珠白 白色的烤漆 然後跟車架 這個前後土廚 都是直接做粉體的這個 黑色 比較粗面一點 所以就比較耐用 先說 好 那沒問題的話 等一下我們就試騎給大家看一下 OK OK 今天這一次沒有美女 怎麼辦 啊 原來不是因為那個啦 不是因為這個倦袋 是因為沒有美女的倦袋 確實啦 真是的 不要說出來 OK OK 好 還是值得 可以 想像 還是 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